到底这个紫米是不是大家俗称的这个黑糯米 也就是O2B呢 它的营养成分也会随着这个水分而流失 是可以吗 真的很好喝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食还有旅游的小贴士 如果你也对这两款那种感进去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们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哦 由于现在2020年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呢 我大多数都会在家和大家分享一些 在家就能做到的非常容易的饮料啊 或者是食物 今天呢 我们就要做了一个东西 请 请出我的这个餐桌 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一款饮料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喝的 和大家分享 怎样自己在家也能做到这个紫米蒜奶 因为现在是有限型管理嘛 所以如果你不想出去外面买东西 然后又不想要叫delivery的话 就建议大家可以和我一样 在家尝试如何自己就制作出紫米蒜奶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准备材料 就是紫米 然后就是jogart 还有牛奶一瓶 然后我们会加入一汤匙的白糖 跟这个人适合的甜度 如果你不想要太甜的话 这样就不用加这么多白糖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还要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在影片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 你最近呢 想要在家里尝试怎样的料理 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影片后方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两个问题 到底这个紫米 是不是大家俗称的这个黑糯米 也就是all to be呢 那如果好像我这样子 买一大包的这个紫米 可是我不可能把 就所有紫米 用在一杯的紫米蒜奶 那我剩下的这个紫米 应该要怎样保存呢 请大家要留守到最后哦 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制作紫米蒜奶吧 我们要用清水去浸泡它 大约五分钟左右 这个紫米呢 其实不能泡太久 因为它们主要的营养成分呢 是在那个米的表面的外壳 如果你浸泡太久的话 它的营养成分 也会随着这个水分而流失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只是蒸一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紫米 浸泡在水里面呢 那是因为紫米它本身的这个米 跟我们的白米不一样 它本身的米呢 是有一点点硬的 所以只要浸泡在水里面呢 这个米会比较容易变软 那你等一下拿去蒸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不快了 在蒸的时候呢 我也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与其用那种普通的白水 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用滚水 就已经煮好了的热水 这样一来呢 它可以让那个紫米更快的变软 然后更快的蒸熟 那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已经浸泡大概有五分钟左右了 我们就去下一步 就是蒸这个糯米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紫米煮成 也不是讲煮成 就好像白米饭这样把它煮熟 我是会用整的方式 就把它煮熟 开火 这个盘我就会把紫米放在这个盘里面 我们把盖干上 大概等一个十五分钟左右 再回来吧 过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呢 我们的这个紫米就已经煮熟了 我们可以看哦 它其实它的表面呢 是会比较软的 就是如果有软的话呢 就已经是煮熟了 然后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旁 给它比较干一点 好 那么在等待这个紫米干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先来准备我们的酸奶 首先我们必须请出今天的主角 登登 油肝 我会用这种 Lama Renda 就是low fat的油肝 因为比较健康 那如果你要用那些全汁的 不是全汁 就是普通的油肝也是可以 不过最重要呢 它是要plain的口味 就是original的口味 那接下来呢还要放一些牛奶 然后还有糖 可以跟着个人的喜好去放 因为毕竟这个紫米是没有味道 也没有甜味的 接下来呢我就会用这种blender 这个blender 之前我已经有用过了 是可以搅很多不一样的millshade 大家如果还没有看那个avocado的影片 就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哦 这个blender呢其实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可以做millshade之外呢 它还是可以搅冰沙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看看 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底方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 在影片底方向我提问 首先呢我们就要加入牛奶 优格 把优格倒进去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一汤匙的白糖 紫米 接下来呢就可以加入冰块啦 这里有一个tip 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喝它的味道比较浓郁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冰块放少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搅冰沙 这真的是非常容易 因为它不需要接根电源 你只需要好像把我刚刚讲用USB去charge it 然后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了 这杯子这里呢我就会放一些一汤匙的纸米 会哟 然后把它绕着杯子这样子 就有一种很有费路的感觉 把这个紫米涂在杯的周围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紫米酸奶倒出来啦 嗯很香 搅拌 搅拌 其实如果你想要好像外面的冰沙这样呢 就可以放多一点点的冰块 下去搅就可以啦 其实呢我在去要超级市场买这个紫米的时候 我就问了很多很多个人 嗯你们这里有卖紫米吗 有卖Purple rice吗 可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哎紫米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呢 我就拿出我的电话去上网去测试 到底紫米是不是黑糯米 就是我们妈妈一直会煮的那个糖水 就是黑糯米糖水 然后我就发现到了百度 他就写说 其实紫米就是黑糯米哦 那么第二大问题就是开好了的这个紫米包装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好好的保存它 我就上网看了一个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再把紫米开过了的包装 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在容器里面加入几半的白蒜 也就是酸桃 咖喱等等 这样呢这个白蒜发出的这个气味 就会防止这个紫米生虫 这样就是一个小pet ball 就是一个小办法 可以让你的紫米保存的更久哦 真的很好喝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被扣在 吉隆坡不能回向 也不能很少出去的话 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 可以在家自己做这个紫米酸奶 如果你是我朋友 底下留言 有空做给你喝 来我家找我 不可以再超过两个人 做给你喝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类似的内容 就点赞 订阅 还有分享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呀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一款饮料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喝的 也就是紫薯 酸奶 可以跟着个人的喜好去放 因为毕竟这个紫薯 不是紫薯 那它有糖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影片底方去看他们的这个光丸 那这个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三 二 一 好 那在影片的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还要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好 好